要是中国人一人一票来决定 这才是民主自由啥的话 那么弯弯早就回归了 100个中国人 我想99个都会投票 让弯弯回归 讲这句话实在太荒谬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你看他起码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说要梧桐 至少他还可以想到 有选票的方式 现在马上6月份了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 不要光耍嘴皮子 不是说100个人 有99个都支持台湾回归吗 赶快组织起来 6月初天气好嘛 对不对 去天安门 去请愿 要求中国人要一人一票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会做事不管 当我们提到台湾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中华民国台湾 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来谈的 而不仅仅是一块土地 收复台湾意味着 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 已经建成的民主政权 并且占领其领土 奴役其国民 这是一个完整的 收复台湾的概念 要是中国人一人一票来决定 这才是民主自由啥的话 那么弯弯早就回归了 100个中国人我想99个都会投票 让弯弯回归 讲这句话实在太荒谬了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你跟他起码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说要武统 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至少他还可以想到 有选票的方式 所以我还蛮支持他的 那我就想问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会觉得说 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呢 我们那头国家的领袖说了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所以中国人就相信了 台湾的未来 好像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我根本就在胡说八道啊 众所周知 就是我们那头200斤 比较缺乏文化知识 登记了以后又贪图享乐 身边的太监又不告诉他实情 所以他是自以为是的 把自己的理解去讲给中国人听 然后你知道中国的信息是闭塞的 所以中国人就跟着他一起去相信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事情你们台湾人是有责任的 干我们屁事啊 我打个比方 中国之前一直会挖出来一点 比如说像蔡英文 说他自己以前是中国人的荣蔭 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念中国书长大 我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然后你看中国人就会高潮 会留言说 哈哈哈哈他双标之类的 蔡英文当时讲自己是中国人 讲的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不是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 对 这是两个国家的概念 但是很多中国人 并不具备这个基本的常识 反过来呢 台湾人呢 又好像很忌讳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对 所以一直以来 就任由中国政府将两个国家混为一国 在国际上面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用这句话 对内洗脑 对外施压 那你觉得要怎样给你们中国人科普啊 首先我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 一定是把中华民国台湾 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概念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不要去避开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因为我们阿公啊 最怕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在我们的宣传的语境里面 中华民国是已经被消灭了 可是你们没有孙文这个人存在吗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啊 都有讲说 孙文啊 他因为革命了11次 然后终于成功了 所以这件事情在你们中国那边 完全都没有 他成功是成功了嘛 成功了之后 但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文的东西 哦 所以中华民国不存在 宣传里面没有说 其实是并存的状态 但是我是怎么感觉到不对劲的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天天讲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本来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 到的东西都是中华民国 不是早就被就是消灭掉了 只有一个中国 那为什么你还要去强调 只有一个中国 哦 你没有这件事情 为什么还要去强调 就好像有一个人 到处讲 我只有一个老婆 你们一定要坚持 我只有一个老婆的原则 谁如果说我不只一个老婆 我就不跟你玩 就正常来说 你只有一个老婆 你不用讲嘛 到处要主张 一定要承认 或者一定要尊重你一个老婆的 这样一个观点 那我就觉得 是不是你其实有很多个老婆 然后不允许别人讲 对 我是这样子 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 所以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台湾的存在 台湾存在知道的 概念里台湾只是一块土地 但其实你看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国号就不一样 所以肯定不是同一个国家 通常我们在讲中国 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提到台湾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中华民国台湾 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来谈的 而不仅仅是一块土地 正因为是这样 中国一直提出要收复台湾 实际上提的不是说 我要这块领土 收复台湾意味着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 已经建成的民主政权 并且占领其领土 奴役其国民 这是一个完整的收复台湾的概念 我是这么觉得的 想要真正的消灭中华民国 他是很害怕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 他最不怕的就是你整天讲台湾 他最不害怕 他的宣传台湾就是一个领土 但实际上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一整个国家的概念 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纠正我们自己的讲法 我们要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的 一直只讲台湾的话 对于阿公给中国人那个宣传来说是有好处的 中国人会越来越觉得 那确实这只是一块领土 那既然是一块领土的话 那这个主权归属就有的说了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国家的话 那它就不是一个主权归属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类似于北韩跟南韩 虽然你可能从官方名称上来说 你都可以叫它韩国 但事实上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中国人是很容易就听懂的 当然我非常非常清楚台湾跟南韩之间的不同 台湾面临着二战后 由同盟国跟轴心国所遗留下来的 台湾领土未定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中华民国台湾 它到底是走向中美复交这个方向 还是台美邦交这个方向 这应该是2300万台湾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对 我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成长的人 我从小是被困在这个信息封闭的环境当中的 出来以后过了很多年我才慢慢的了解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知道一般的中国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么多东西 因此基于我的视角跟立场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那些 还在信息封闭环境当中的人 台湾人的护照是绿色的 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那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嘛 这个两百斤其实误导了大家 对 就因为有这种误导 所以中国人才会觉得 台湾的未来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根本就没关系 只有台湾可以让中国人想到 选票好像是可以用一下 你说台湾是不是不得了 对 台湾对你们中国人来说 比吃饱饭还要重要 对 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 他居然已经可以想到 用选票来解决问题 中国人进步了 其实现在的中国 根本就没有用选票来解决过问题 可是你们那两百斤 不是用两百... 不是用两百多... 可是你们那两百斤 是用两千多票选出来的 如果他们呈现出来的 是中国也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 哪怕只有两千多个人有选票 那也是用投票的方式 选出了国家主席 由此证明这国家主席的产生 是合法有效的 官方承认了两千九百五十二票 真实有效 那这样的话 那位观众他就危险了 怎么说 他说中国人一人一票来决定 那么弯弯早就回归了 也就是说他说那个两千九百五十二个 有选票的人 那些人并不支持台湾回归 哦... 他认为那两千多个人 不能代表他的这个意志 要不然他就是在说 这个国家主席的选举 根本就不合法 对那他的意思是说 中国人一定要一人一票 来解决事情 才会比较完整 哦他可能有往那个方向去想了 诶...那中国人真的变文明了 那不管怎么样了 他都已经触犯了颠覆阿共政权罪 哦... 赶快把他抓起来 比如说日本大学里面 中国的学生 或者香港澳门的学生 对于一些课题 他们就不能自由地作答 对对对 可是有一个观众说 中国法律有属人管辖原则 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 在发这个视频呢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说的这个中国法律 到底是怎么通过的 他说我在人大学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有问题吗 他刚刚说的是国安法 怎么现在又换成刑法 对啊 他是觉得刑法可以管一切 神经病哦 然后他还强调 他是在人大学法律 那不在人大学法律的人 就不能知道法律是如何通过的吗 就像台湾同文法一样 我们会先公投 然后去立法 然后再去删读通过这样子 公投的时候 就如果不同意的话 他就不会去支持 对就不会去支持 就不会去定制这个法律了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在 某一个大学里面学法律 他才能够参与到这个立法 没有没有没有 通过 公投是全民活动 那这个人他其实暴露了这个中国 这个法律制定过程的黑箱操作 对耶 他默认觉得普通老百姓就不应该知道 然后我就问他了 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到底是谁授权的 然后他就说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支持了共产党 帮助了共产党 那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 由全国人民民主政治协商诞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此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我问他 那人大用了什么方式体现它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呢 他说 打开十万个为什么自己看吧 小学生吧 问问问 讲不过你就叫你去问 不是这个问题很好解答 体现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 那不就是选票吗 对啊 超级北七的 所以我说嘛 这个观众其实他还没有进化到 或者没有意识到选票的作用 嗯嗯嗯 而我们开头的那位观众 为什么我要表扬他 因为他起码已经意识到了 选票的重要 选票可以解决问题 只是他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选票的意义在哪里 对对 他觉得选票可以去选台湾人的事情 这就好像有一个观众讲 他说 刚刚我们全家投票 全票通过 把隔壁邻居的房屋占为己有 结果被贬回来 差点往生 哭哭 哈哈哈哈 北七 其实投票这个方式呢 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了 并不是说 呃 大家比谁凶 要影响你的身材 比谁打中国人打得很 然后谁就能坐江山 这个方式一定是不对的 它也是一种方法之一了 只是说用投票这个方式呢 在一个共同的这个团体里面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个规则 可以减少流血牺牲这种发生的概率 就像之前我打过一个比方嘛 我说人类发现 便便的时候呢 把裤子脱下来 比较不容易弄脏裤子 但是并不是说便便的时候 不把裤子脱下来就是不对的 你也可以穿着裤子便便 只是那样不是很卫生 对 有一个观众啊 他就讲得很好 他说当欧盟的英国要脱欧的时候 是由英国自己的人民公投决定的 欧盟各国不会说是让全体的欧盟一起投票 来决定他们这个欧盟的金主英国 到底能不能脱欧 对 还有就像美国各个州在炒独立的时候 美国政府不会说要全体各州的美国人一起来投票 来决定那个州能不能独立 只是会让当地的州政府自行来决定这个投票 这样的案例其实比比皆是了已经 只要是公正公平公开的投票 有正常的民主素养的国家都会尊重 但是有人会说啊 由巴塞隆纳自治政府举办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公投选举 90%以上赞成独立 但最后却没有实现 所以不要对民主抱有天真的幻想 看过这个留言至少有两次 我记得是不止这一次了 这其实是一个逻辑谬误 西班牙巴塞隆纳的独立公投最后失败了 它是一个结果没有错 那逻辑谬误就在于 你不能拿一件事情的结果去作为民主投票 或者说民主制度 它就是一个天真的幻想的原因 我拿中国最著名的逻辑谬误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中国官方说啊 因为有境外势力持续发布中国的负面的事件 导致中国人被洗脑 对政府失去信任 所以要建立网络防火墙 禁止中国人使用境外的APP 浏览境外的资讯 就像我在中国的亲戚朋友也有这样跟我讲过 他说你不能总是看海外的这种资讯 那会被洗脑 有时候也要同时看一看中国的新闻 中国新闻洗脑更大 这件事情中国官方的逻辑是 因为有境外势力 所以导致中国人对政府产生不满 但实际上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是人民对政府的施政 首先先产生了不满 但是政府呢没有去解决问题 而是去解决了发生的人 同时呢又实施了严格的言论管控 中国的媒体都形同虚设 大量的大家关注的热点事件 在中国看不到 所以那些关心社会新闻 关心时事的人 才不得不透过海外的媒体平台 去了解资讯 那如果说中国有新闻自由 各种立场 各种观点百花齐放 老百姓呢又有发声的管道 不会被无缘无故的删帖 封号禁言 那我们这种自媒体 早就没有人看了嘛 哪还来的什么境外势力 哪来的境外势力啊 月球吗 对 但我的人还是希望呢 有一天中国人是真正能够拥有选票 不过呢就是他知道了选票有用 就不可逆了 可能到了那一天啊 就算台湾想要加入中国 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执政党 就算他还是阿俊好了 这个阿俊啊 可能就是拼了命的在国际上面主张 中国跟台湾互不隶属 如果说台湾加入了中国 那政党就变多了耶 一下子都变好热闹哦 起码在中国那个超人气偶像组合 中国国民党 在中国就是人气爆炸的 对于阿俊来说就是很大的威胁 诶真的耶 哈哈哈哈 阿俊最好是在中国没有人可以换掉他 那个时候啊 这个阿俊一定会在主张一个新的一种政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民国台湾自古以来 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耶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 华恩跟黄志贤会哭哭 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在中国 强烈支持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哈哈哈哈 对 诶他们可以转换立场 不管怎么样啦 对于有观众觉得说 中国人如果有一人一票 就可以怎样怎样的话 我还是很支持他们 现在马上六月份了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 不要光耍嘴皮子 不是说一百个人 有九十九个都支持台湾回归吗 赶快组织起来 赶快组织起来 这个六月初天气好嘛 对不对 去天安门去请愿 要求中国人要有一人一票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会坐视不管 数十五月份了